OK 好我们就把握时间 时间 的时间都很宝贵 好我们开始前 我们请这个 芝加哥的中华有爱的杨华东牧师 为我们开始做会请的祷告 好我们做个祷告 大良民的天父 我们实在感谢你 在这个周六的早上 我们可以一起来聚集 来听郑牧师 来分享 活出交位的这样的一个系列 父神我们实在知道我们的信仰 需要在我们的家庭生活的 每一天里面来落实 我们也实在要在你面前承认 我们在这些方面其实是 通有很多的知识 但是我们却很少有实践 我们盼望圣灵此刻给我们 一个谦卑的心 让我们完全顺服在神里的话语面前 并且我们也 用一个敬畏的态度 用一个期待的心来等待 神里借着郑牧师 以及接下来我们的讨论的过程当中 圣灵运行将神里今天要对我们所说的话 来传达给我们 好让我们能够信而遵行 因此蒙福能够荣耀神 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求 Amen Amen 好我们每一次上课前呢 都会有一个分享 短讲的分享 从第三节课以后呢 就是你们来讲 那今天呢我就起个头啊 主要分享我去以色列之行 那也是因为这样呢 我才有这个感动要开这个课啊 所以呢 我相信可能在座有很多人都去过了哈 那可能都比我更熟悉这个 但是呢 我就我就起个头了啊 哪些人去过吉利下手吗 去过以色列的 有没有 OK 好有一些哈 那个 OK可以可以可以看得到吗 可以可以哈 All right 这个是18年的时候啊 我参加了那个我们教会的 以色列之旅 只有去了10天左右 不是很长啊 这是以色列的机场 然后这是我们坐的大巴 我们到的那一天呢 刚好是礼拜五晚上 所以是安息日 一到了以后我就很shock 因为就像当时我们纽约COVID那种 shut down 空无一人 还好还有一些外邦人在那里 服务我们啊 如果通通是犹太人 那我们就没有人开Buds 没有人做这些事情的 你给我 好像没有看到你的视频 啊 没有看到你的视频 对 没有看到我的视频 那个 对 share另外一个屏幕 对 OK 那我谢谢你跟我 哦哦 Jeffrey上来了 那个 你是客户 对 我再重新写 那位是我的视频 OK 可能有两个 看到没有 可以 可以了哈 有这个Buds哈 OK 好 啊 这是我们第一天晚上的那个hotel 哇 他们那个吃的东西晒太好吃了 很多不同的沙拉 不同的种类啊 那这是从那个Buds看车去 你都是那种hill啊 房子就建筑建筑在这种山丘上啊 那这个是这栋 那我们在圣经里面常常提到有春雨 秋雨啊 early rain and later rain 那我们是11月初到了 刚好是 呃 秋天的时候 其实秋天是 是early rain 春天才是later rain 很有意思哈 他是秋天 呃 下了雨以后呢 就开始要播种 所以你看那个草就长起来 那些鸟啊 这是我们第一站呢 到了那个 呃 Cesarea 啊 Gaisalia 耶稣不是说我要把这个 教会建在这个磐石上吗 其实 他在讲的时候就在这里 这个就是磐石啊 啊 然后底下呢 有个洞穴呢 阴间的门呢 不能盖过他 那因为他们就是在那里 做这个 呃 祭拜那些偶像的 所以那个setting 你在那里 你就可以知道说为什么 耶稣有这样的讲 啊 可能有一些 然后这些吃的东西 叫鱼啊 啊 还有呢 在北边呢 他们当初在打仗的时候呢 还有很多地雷 根本还没有挪去 所以这个有个sign 就是说 这边你不要过去 因为那边是地雷区 啊 那个是刚刚在Serville的时候 你就会看到很多人在那里进办 这是不同国家的去的 然后这是在加利利的海上 哇 那个甚至很难忘的 那个在邦王的时候 我们在加利利的海上 这个都是那个 弥赛亚的基督徒 他们run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BE THE DIA 伊尔汤 启特阿 那边是 李宗盛 愉快 刚刚那听得到 真的是很难想到 就在耶稣的加利利海上 然后我们在那里敬拜 那这是约旦河 但还有很多人就是在那里来受洗 他们都会讲中文 因为很多国内的游客去 这个是在 什么耶利哥城 他说是最古老的城 耶稣在那里受试探了 所以就叫Temptation Gary 然后就在十海 我们住的这个酒店 真的可以服啊 然后你可以看他们有很多这种灌溉的系统 哇都是这样 因为他们水很缺乏 这个是在马萨带那个 那个堡垒上面 你要坐个缆车上去 最后犹太人被就是在这里跳 自杀的嘛 所以这个是最后西里王见的 这是我们的导游啊 台湾去的一个牧师 住在那里已经七八年了 然后你看在街道上这些士兵 这些都 我还有一次没有 我没有照下来 那个 这个 这个搜救就跟他的女朋友约会 然后带着枪 哇真的很酷啊 这就有名的Dunnel Rock 那个 远顶金针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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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后面 好 枯墙就在底下 这个给我印象很深刻 这个等下 这个是他们刚好在庆祝生子的时候 所以我们会提到这个 Star and Buck OK 他们有很多这种很像的 好这个 那个就是他们女孩子叫Bemispa 然后Bemispa 男生叫Bemispa 女孩子12岁 男孩子13岁的成年礼 他们就是要到枯墙那里去 做这个成年礼 那你看这些也是有这些 上次说你 你过去这边呢 就是巴勒斯坦的地方了 所以你在以色列迷路很危险 他们就说有两个年轻人 半夜迷路了 就越过这个 结果就被抓起来 然后他们关在警察局的时候 其实警察是要保护他们 但是有一些报名就进去 就把那两个年轻人给杀死了 所以你可以很难想象说 迷个路都会有这样的危险了 然后这个是一个 用亚郎文 要做这个主导文的导文 他就是用亚郎文 他的导文给你们听 这是柏利恒的 柏利恒是属于巴勒斯坦的 所以就很不一样了 这个事情 OK 这个通到这个圣殿的那个门 东门 这个回教徒就把他封起来了 因为他们怕将要来的弥赛亚 会从这个门进来 所以他们就特别把这个门给封起来 而且外面很多这种 特别弄了很多的坟地 因为那些使的地方是不洁净的 他们就想说用这样来阻挠这个弥赛亚再回来 这是他们的国会 那是他们的国会议员 那结果是他先带我们唱的 你可以看到这个高楼 就是要在城堂上要看到这个危险 所以吹号者就说在这上面 当你看到刀剑领导的时候呢 你就要吹脚警戒 你看这个是AFC 是Aeric fried chicken 这是西西家的水道 你在读这个圣经的时候 你会读到西西家建的水道 现在还是可以去 还可以去走这个 然后有 OK 我们在耶路撒冷住了 可能有三天 三个晚上吧 然后hotel外面就是这个shopping center 很热闹 所以每天晚上都到那里去逛 那个就是 City of David 这是我们那个hotel的那些年轻小伙子 大概是说耶稣被埋葬的地方 其实有好几个地方 这是最后一个 我们就是去参观这个 有关圣经的这个职务 那这个姐妹呢 那一天刚好我们要离开那一天 也是安息日 所以她就说我不能待很久啊 我要赶快回去准备安息日的晚餐 而且她非常高兴的 所以呢 就是这两个 我们到的时候要离开都是安息日的 有很深的一些体会啊 我们常看到说那个橄榄油啊 就是用这样来来炸的啊 来脸子 然后最后一站我们是到Japa 就是这个约拿要离开那个跑到他市的那个城市啊 是面对的这个地中海 非常的漂亮啊 所以以色列算小小的 但是你可以看到它有不同的风景 我说这个是很好度蜜月的地方啊 OK就是简单的呢 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相信有的人可能更熟悉 我觉得就是说那个圈呢 给我很深的一个触动 也让我开始去想更多了解这个犹太人 以色列的文化 当然是通过这样子 能够更认识圣经啊 所以呢 我想去借用这个课呢 来和大家一起学习 OK Jeffrey来了 我把这个host给你啊 别人都可以分组 好 那我们今天就进入课程了啊 哇 感谢主 今天 OK 我来share the post 那个 你们都有拿到讲义了哈 讲义这次又给你们要填空的哈 所以呢 你们 都有事情做了哈 OK 是看到全萤幕的吗 看到 是全萤幕的哈 不是 你没有看到我的notes哈 only one screen right 华东 ok good ok 好 所以呢 我把这个课程的介绍就说 基督徒除了上教会和家庭祭坛外 如何过一个基督化的家庭生活 因为你 这也是代表我一个神圣的不满足 因为我们在教会提到就是怎么传承信仰呢 当然一定要去教会 第二个你要有家庭祭坛 对不对 好 没错 这个都很重要 我不是说这个就不做了哈 而是我觉得 希望是能够还有其他的能够补足呢 啊 因为有时候常常我在 慕会的时候常常有跟哈 一些家长就说 哎 有啊 我们都有祷告啊 我们都有在家里 有时候 哎 好像这样就check off 就满足了 但是呢 我们真的活出来了 还是除了一些以外 好像觉得有什么不一样吗 啊 或是我们是不是还有更多的 我们可以把信仰给放在我们的家庭生活里面 所以呢 这是我跟大家一起来学习啊 不是我说 我等一下再 所以本课程在一起 我们学习圣经教导的生活方式和原则 运用于基督徒的日常生活中 创造一个操练顺服真理的空间 使基督信仰生活化并传承到下一代 好 希望我们能够在这十个礼拜 我们一起啊 能够来创造一个新的文化 能够来 或许能够帮助弟兄姐妹 能够做到这个 OK 好 所以我要特别声明一下 我们不是要来这里守犹太的律法 而是按照圣经给我们的原则 应用在家庭生活 虽然我们会谈到很多犹太人 他们怎么过节 怎么做什么 我自己也很有兴趣想学 但不是说我们要 我走到的时候说 我们今天要去过 完全过安息日了 我知道有些 这不是我这个课程的主要的推广的 OK 所以先说明一下 第二个 不是律法主义和形式 而是在恩典中成长 我们不是要取代 刚刚我晓得去教会 家庭祭坛 或是读经祷告 这些都是重要的 我只是想 and on more OK 第三个 我们是大家一起来学习 我只是 one class ahead of you OK 然后呢 让我们如果学习到 我们从自己和自己家里来学 开始 还是有证书的要求 如果你们要的话 一样 我们试探课 你至少能够上八堂 而且是有参加分组项目的讨论 我等一下会讲 然后完成家庭作业 我们希望这些课呢 每一次我们讲到什么呢 能够实际在家里操作 OK 那我们可以在课堂里面分享 所以这个课呢 你不要expect太多理论上的东西 而是我们希望能够来 一起来讨论 能够有一些实际的一些做法 期末考只是很简单的复习了 然后一样最后 我们有一个心得的报告 从来分享你这所学习的 OK 时间安排 老同学应该都很知道的 一样的方式 我那个blog那个page呢 应该你们都知道了 因为你报名的时候都会看到 所以那是等于是我们的 syllabus OK 所以这是我们要涵盖的一些topic 今天我们要看基督教的犹太根源 然后 你应该知道我很喜欢这句话 创造操练顺服正理的空间 好好我们下礼拜来谈一下这个 然后呢 我们就 等于说前两个礼拜呢 是比较有理论的基础的 然后接下来我们就是实际能够来操作了 那这里有七个组 我已经编好组了 所以呢 这个组长也都选好了 所以你们家族 这个不是在课后的这个breakout room的分组 而是在上课完以后 你们自己要去找一个时间 或者自己在网上 组长会带领你们 所以第一组是会谈到营造家庭的气氛 这是等于是像软体的 OK 你怎么样在家里面塑造这个 蔡牧师 你这个荧幕上的字都很看不清楚 这个呢 我等一下会把这个放一个pdf给你们 这个有关 这个 不是 这个我会放在那个chat里面 OK 这个屏幕可能是这样 你在分享屏幕的时候 不要选那个optimate video的一个选项 如果你optimate video的话 那屏幕就会摸摸 不是你有看到是全萤幕的吗 还是有看到我的呢 是全屏幕 全屏幕但是字很小 只是在左边 哦对对对 这个因为我是 这个不要担心 这个呢 我等一下会放在channel里面 因为你们要选哪一组的 我OK 我等一下 主要是 字不是那么清楚 那现在这个字大不大 像这个很清楚 对对对 对对对 好不要担心这个 不要担心这个 这个就是因为我要放在 OK 就只有这个配置而已 OK 好 这个呢 这个呢 我会放在圈里面可以去选 我只是透过这个讲一下了 第一组是营造家的氛围呢 是杰西斯姆会来带 第二组就是家的摆设 这是硬体的 是Jennifer 第三组是每天的 这跟那个每日营造那个是不太一样 就是每天 我们再 等一下会再讲 然后第四组是节旗和信仰 第五组是生命周期 你生老病死 怎么样来把信仰放进去 第六个是教育和信仰 最后一个是基督教的社群 所以呢 大家可以 同学们凭着兴趣呢 可以加入那些组 然后组长会带领你们 每这个 在按照那个日期 每次上课前15分钟 10到15分钟 就是你们这个主要来做 presentation 实际怎么做 所以大家一起来学习 或许你们在家里 已经有一些很好的做法了 你可以拿出来 我们希望把它能够 汇整一下 能够来帮助教会 所以呢 我们这个是pioneer 我们相信 能够希望 透过这个课呢 我们能够来 给 教会基督徒 我们有更多的一些实际的做法 所以我们是在创造 一个新的文化 好 今天这个课呢 主要是根据 两本书 它都有中文本 第一本是亚伯拉罕 基督教的犹太根源 Our father Abraham 第二本呢 Daniel在吗 那个 谢谢他介绍我的 是这个 恢复犹太根源 弥赛亚教会 正兴起 这两本是 属于基督教的背景 那 那 接下来那些课程呢 这是我引用的一些书 那 都不是 以基督教的 所以呢 这次 为什么这次的课程 没有一本课本 因为还没有这样的课 所以呢 我就是要参考很多这些书啊 那这个是 犹太信仰之旅 有简体 繁体 有英文的 OK 那特别这个是讲到 How to raise a Jewish child Living a Jewish life 就很有意思 跟我们一般 传统基督徒在 讲 Parenting的 很不一样 这也是我觉得 很 给我很多启发 当然 我不说 那个也很重要 一般我们在讲到 Parenting 就是你怎么样来教导 你怎么样 都是在 complication 你怎么在 这个园语 怎么做 那他这个呢 讲到说 要创造一个空间 所以呢 我们接下来几堂课会 大概我会参考这个 然后我们只是把它改成说 How to raise a Christian child How to live a Christian life 我先讲好 如果你去买这些书的时候 这个 它也不是一个 Author of the Jews 他只是要立刻 Culture Jews OK 所以这个是 你不要说 这不是介绍的 这个 你要我先声明 这些不是基督教的书 所以我们还是要 先有圣经的基础 然后怎么来 从这边来得到一些 透过犹太人 他们的一些生活 来学习一些原则和做法 好 好 我们就正式进入第一课了 基督教的犹太根源 圣经 我们都知道分为什么 旧约跟新约 OK 你知道在 这些 大概40位的圣经的作者里面 唯一一位不是犹太人的作者是谁 路加 哇 你们都好厉害 Yeah 那换句话说 几乎所有的作者 都是犹太人 所以呢 基督教的根 生死于西伯来土壤 OK 这是你要填空的 因为圣经的作者是西伯来人 文化是西伯来文化 传统是西伯来传统 概念是西伯来概念 OK 如果我们就是 就是要更多了解 圣经的时候呢 其实呢 我们是不是也要更多了解 他的文化土壤 我觉得 这是我其中一个 想更多了解这个文化的原因 因为我想更多了解圣经 因为有时候呢 你在读约圣经的时候呢 其实他是用了很多西伯来 文化的一些做法 比如说呢 你的眼睛 如果 healthy 你 那个就是 你的眼睛明显是 表示说你是慷慨的人 哇 你如果不知道 这个西伯来的文化的用语的时候 那你就 不容易了解很多这些事情 所以让我们看到说 其实基督教的根呢 从西伯来文化 特别加拉太书这里也提到 莫拉帮我们读一下好了 好 加拉太书第三章的提解 所以你们要知道 那以信为版的人 就是亚伯拉罕的子孙 你们既属福基督 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 是照着应许承受产业的 好 谢谢 所以你看 我们 的 也是 因着信 我们也是亚伯拉罕的子孙 也是亚伯拉罕的后裔 不单单只是这个以色列人 所以呢 遗产是指代代相传 或流传下来的东西 基督徒必须重新审视 他们的犹太根源 以实现更真实的 圣经生活方式 我们的信仰不仅仅要 影响基督教的理论 还要影响我们的经验 你如果知道为什么 我会开圣经世界观的课 就是我已经就很不满足 就是说 我们只是谈谈谈 而是怎么活出来 那这一堂课 活出家位 其实就是 延续圣经的世纪观 怎么在家庭这个领域 我们能够更多的 来学习 应用活出来 所以 若我们用这样的想法 其实每个领域 都可以再更深入一个课程 好 所以我们就要谈来 从雅典到耶路撒冷 Ideas have什么 思想带来什么 Consequences 这是我们的通关密语 你若要来我家的话 我要先问你 思想带来什么 你若答对了就进来 没有开玩笑的 就是思想会带来后果 Consequences Ideas have consequences 所以为什么世界观那么重要 背后那个思想观念 我们被影响 我们不晓得 所以 希腊思想观念是二元论 把魂跟体是分开的 魂是神圣 是无形的 精神的永恒的 身体是世俗的 这个世界 物质世界是低等的 很多时候 其实我们或多或少 或许也受了这样 希腊文化的影响 所以我们会想到说 这个思想的观念是重要的 我们等一下会再去看这个 就是一般呢 我们就这样圣属之分了 或许说你说 就牧师呢 是神圣的 OK 马丁路人就要改掉这个 我们都是 信徒皆祭司 但是很多时候 你要 特别 你要去 是不是我们也受了这样的影响 我们在 我们就是 我工作 其实是没有世俗 神圣之分的 每一个领域 都是神圣的 不是吗 都是神造的 所以希伯来的观念 就不一样了 希伯来的 世界观 它是个 Dynamic Unity One is 一元论 不是二元论 是一元论 世界是美好的 虽然堕落和未被救赎 但它是由一位以人类最大利益为中心设计 它的神 创造 所以人类不是逃离世界 而是在世界历史秩序中体验到神的交通 爱和拯救活动 一个人是一个充满活力的身心统一体 被要求在物质世界中 用它的整个生命热情的为它的创造者服务 没有分 其实希伯来的观念 不是有那种灵魂体的那样的 而是一个整体的 那今天我主要是从这本书里面 它提到教会失去与犹太根源的四个层面 我觉得很有 Daniel弟兄在吗 谢谢他特别 point这个给我 其实我是 后来就买了这本书来 跟大家分享 因为呢 很多时候其实 他就提到教会历史 我们明天我会用英文开始叫教会历史 就就提到当 这个 请同工谬一下好吗 在这个前三百年的时候呢 其实呢 那个是 你看那个那时候的时代的教会 是跟现在很不一样 那那个 君士坦丁呢 把基督教变为国家以后 其实把整个教会给希腊化 所以我们来看看哪些层面的失去呢 第一个呢 失去希伯来世的态度 来看待神 我认识你的天空啊 OK 这个怎么来看神 希腊人的思维 将人类的理性神化到高于神 他们假设人类的思想最终可以理解神 并相信如果你能理解某些事情 你就可以控制他 他们的目标是从逻辑上弄清楚神的定义 所以希腊人 这个我们常要学逻辑学 要学那个logic OK 怎么去理解描述神 他们将宇宙之神 视为可以科学检验的对象 将他发在精神显微镜 来研究 OK 所以这是希腊人 当你在这样做事 其实你把神好像放在行为镜上 我只是要平衡 不是说我们不去更多的人要去认识神 而是这个attitude OK 所以你看这个理性时代 就是把理性抬到最高 那犹太人对神有深刻的敬畏 神不是分析的对象 而是深情崇拜的对象 人类渺小的头脑 永远无法understanding God 唯一对他适当的回应 就是爱他 服侍他 顺服他 换句话说 希腊人读圣经 不是为了理解神 而是为了学习如何取悦神 大家可能可以 看看我们自己的态度是怎么样 那我们这也不是盲从 我只觉得是想说从这些 我们能够取得一个平衡 能够是不是我们对神的敬畏够不够呢 所以你看呢 真言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 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 我在神学院的时候 我就特别写了一篇报告 Aboutfeel of the Lord 因为我真的就是这个世代呢 太缺少敬畏神 我们把神弄得buddy-buddy OK 是的 神愿意与我们同行 但是 我相信 还是要有这样的分别 因为他是神 我们是人 所以我们是不是有足够的这样的敬畏神的心 犹太人认为他的名字太圣洁了 所以连名字都不敢讲出来 OK 所以你看他很难想说你如果你的父亲 你就直接叫你的父亲叫John 这合适吗 这合适吗 而不是叫他爸爸 OK 所以犹太人他们就不会不把耶和华这个字讲出来的 所以叫亚威 他为他认的名字是如此的神圣 而且当文士在抄写手稿的时候 遇到神的名字会放下笔 拿一个特殊的笔来写 因为上帝的名字太圣洁了 不能用普通的笔 当然你会说 这都是一种形式 OK是一种形式 但是很多时候态度会从形式来表现出来 我们从台湾来记不记得 台湾的弟兄姐妹 你讲到蒋中正的时候 讲到郭福送中正的时候 你要立正 对不对 所以 这些从这些方式都是一种敬畏的表现 OK 所以第一个就是 我们是不是失去了对神的敬畏 这是从犹太人的这个观念 那我们可以重新再反省思考 第二个 失去希伯来士的态度看待圣经 希伯认为一般的基督徒不需要懂圣经 认真研读圣经是给专业的神职人员 想读圣经必须先受培训 免得出任何不可接受的结论 有问题 乌牧师 许多基督徒只知道一些圣经故事和一些重要经文 对大多数基督徒来说 读经仅限于每日快速的灵修 一天一掌让魔鬼远离 哪里从神得到面对每日生活的智慧 如果你听过讲这个每日读经 这个也是我就特别提到这个 很多人就很多基督徒都很少在读圣经 那很多时候我们灵修的那些刊物呢 就是给你一节经文 然后很多灵修的东西 他自己的 我们是不是反过来 我们应该直接读更多的圣经 然后只有一点点的你抓出来分享 所以我每日灵修其实就是在这样做 我们的每日灵修不是只是抓一些经文 今天就拿来 而且要全面的来研读认识神的话语 犹太人对圣经有难以置信的敬畏 所以他们敬畏神也敬畏圣经 所以他们被称为圣书之名 the people of the book 每个与上帝同行的人都有责任 阅读和研究 就是前面那五卷书 犹太父母从小就教他们孩子阅读 我看下面 你看他们有欢庆陀拉 就把每年有一次会把这个 这个陀然是每一个圣经 每一个犹太会堂 一定要有一卷这个才能成为新的 然后就会拿出来 来庆祝 你看了 三岁之后就要教他们读西伯来语 然后呢 不能自己教 就请人来教 到六岁时呢 而犹太儿童就被期望知道如何用西伯来语阅读和写作 六岁时候开始在犹太教堂学习日常生活 他们学习西伯来托拉 要求背诵 很有意思 他说要说呢 不是从创世纪开始 而是从立位纪开始 我们每次读经不都是出了埃及就死在旷野吗 就是因为碰到立位纪 结果呢 他们是从立位纪开始 然后到成年里的时候呢 大多数细心的犹太人都应该理解 并记录整个托拉 诗篇和诗篇诗大部分内容 你今天问我们13岁的在教会的孩子 他懂多少圣经 所以你看耶稣12岁的时候进了犹太会堂 他在那里跟这些人 犹太拉比在那边谈论事情 我相信不只是只有耶稣 而是他们有这样的一个训练 所以从这些你就看到说 我们有时候对教会呢 我们实在是所做的太有限了 我们每个礼拜来儿童主日学 讲听一个儿童故事 好像这样就很不错了 所以你看到他们成年里的时候 已经通通知道这个 所以他才能叫诫命之子 他就直接direct report to God 所以 所以这是第二个是对圣经 第一个是对神 第二个是对圣经 第三个对家庭 失去的对家 犹太人 失去犹太人对家庭的重视 西藏人是怎么想的 基督徒属灵生活 主要是教会活动 通常发生在教堂的建筑物中 由知心的神职人员带领 大多数活动只需要人到教会参与即可 是不是这样 我就是做很多这样的事情 因为我是知心的 我不给你们做好的话到时候怎么办 而且我们的属灵去教会 去教会 没错 我不说就不要去教会了 但是是不是只停留在这样子而已 犹太人 属灵生命成长的主要场所是家庭 大多数的节旗与庆典 都是家中由父亲来主持 他有如全家的祭司和长老 每周最重要的敬拜欢庆是迎接安息日 星期五晚上 犹太父亲带领家族敬拜神 并为在场所有人祷告祝福 安息日的庆典 为初代教会提供了发展的模式 以及领袖的训练场所 我读到这个很有意思 所以你看 教会早期三百年 他们哪有自己的会堂 没有 都是在家里 然后去犹太会堂 没有自己的这种 现在我们所谓的礼拜堂 但是为什么他们能够发展那么迅速 其实跟犹太人 这个每天他们每个礼拜 有这样的安息日的训练很有关系 我们以后会特别提到这个 我今天只是做一个引言概念 你就会发现 如果今天每个基督徒的家庭 都能够有这样 类似像安息日的活动的时候 你真的不需要 教会不需要办那么多 什么Awana 什么Youth Program Really 你想看看 而且是不是我们有这样的一个 文化来帮助家庭 父亲来做这些事情 所以你来上节课的时候 到时候有个家庭作业 就是要来带领这个家庭的安息日 当然我不是说走到礼拜五 当然我想会想说 今天我们可以在 是不是在礼拜天晚上 所以这是我们可以 以更多来深入探讨的 犹太信仰在每一代的迫害中 都倖存下来 因为宗教生活的真正结构和功能 是以家庭为中心 尽管几个世纪以来 有如此多的犹太会堂被摧毁 但犹太教得以幸存 因为每个犹太人都被期望了解 他祖先的信仰 因此犹太信仰 总是可以在家中生存 这个家是一个小小的圣所 用来敬拜上帝 研究他的话 和款待客人的地方 当然你也会知道 有很多世俗犹太人 他们也不信神 我今天不是把犹太人神化 OK 而是我们如果真的 看到这犹太人的一些 比较属 敬畏的犹太人 他们的一些生活方式 我们是不是可以来学习 特别当我们今天看到 这个世俗时代的影响 我们如果不再 透过家庭来保留信仰的时候 真的是很难 把信仰再存留下一代 好 最后一个 失去犹太 是的态度 看待生命 犹太 这个希腊人是禁欲的 所以跟圣经的教导相反 因为你知道 我刚刚提到 犹太是二元论 对于身体 这个是 是不好的 只有思考 这个灵性的是好的 所以呢 导致基督教信仰 毫无喜乐 贫穷和受苦 就是当时候那些 Monk 当然你知道 我以前也很遵从 他们的态度 他们是更想 更 全性的 亲近神 这我们要学习的 但是很多时候 是不是受希腊人的影响 他们以为说 要这样子才能够 来 更亲近神 所以呢 在中世纪想要亲近神 必须发誓成为贫穷和禁欲的人 与家人朋友隔离 透过肉身的受苦 来成为圣洁 对于今天许诺来说 基督徒生活不是为了享受 而是为了忍受 是不是这样 就像吃药 我不喜欢他 但我知道他对我有好处 我们的基督徒生活 是不是一点没有洗 要做这个 要每日读经 要做那个 要做那个 好像都是一种 你又知道说 不做的话 牧师又会讲话 是不是这样 像我那天 那次去以色列 我就没有 那个犹太妇女 她要回去 过安息日 我在她脸上 是看到很兴奋 很喜乐的态度 而不是 对不起 我今天晚上有安息日 我要煮好多菜 没有 不是那种态度 我就觉得 哇 这个很有意思 所以犹太人 他是将整个生命 视为上帝恩赐的礼物 并教导说 上帝希望他的孩子们 享受他的祝福 在上帝面前 宴席 我们的心充满感恩 并教导我们的 对上帝的良善 而且你很有意思 这些节期都设计是要吸引家庭聚在一起 所以你感谢主 你没有看到这个犹太的拉比是要守独身的 只有基督教的这个神 天主教的神父 他们是要守独身的 你就可以看到这个后面的观念都不一样 犹太的思维是这些家庭 这些物质的东西是神所赐的 你看传道书 有没有哪位帮我们读一下 传道书九章九节 在你一生虚空的年日 就是神赐你在日光之下虚空的年日 当同你所爱的妻快活度日 因为那是你生前 在日光之下劳碌的世上所得的份 OK 哇我太喜欢这句话了 因为我现在刚刚空潮 就是要同你所爱的去快活度日 我现在真的上礼拜我送你们去大学以后 我觉得哎呀我们真的只剩我们两个了 要在家里快活度日 这是蒙祝福人的 另外一位帮我们读好吗 诗篇128篇 诗篇128篇 凡敬畏耶和华 遵行他道的人 便为有福 你要吃劳碌得来的 你要享福 事情顺利 你妻子在你的泪室 好像多结果子的葡萄树 你儿女围绕你的桌子 好像橄榄摘子 看哪敬畏耶和华的人 必要这样蒙福 愿耶和华从西安赐福给你 愿你一生一世 看见耶路撒冷的好处 愿你看见你儿女的儿女 愿平安归于以色列 如果今天说 这是神要给你的祝福 你要不要呢 我想很多人都不要 给我孩子 太可怕了 你的儿女围绕你的桌子 好像橄榄摘子 这不是很多人要的 但是这是 你看这是神给人 特别在这个犹太文化里面的祝福 愿你看见你儿女的儿女 所以我们准备来恢复这些 OK 所以第一个要恢复对神的敬畏 不要真满足理智上 想搞懂神的基督教 将生命的最高目标来赞美他 服侍他和爱他 是的我们是要研究圣经 我们要认识神 但是不是想把它拿去做分析 搞懂他 第二个 我们要对神话语的热爱 愿神恢复信徒对神话语的热爱 神深奥的事不是只有给牧师 我们学习专业神的话语 让心思充满神的思想 并发掘其中的喜乐 这是为什么 我现在在每日读经的时候 我也开始教这些孩子 我自己也想学 西伯来语 所以呢我们每一天呢 学一到三个西伯来语 然后读到那个字的时候呢 我们就把它换过去 哇这东西是不是很有意思吗 Ben是儿子 Obs是父亲 Em是母亲 Barek是祝福 我就学了很多这些字了 所以呢 那我们对神的话语能够更多的热爱 第三个 对家的重视 我们让家庭成为属灵生命的中心 敬拜和研读神话语的中心 第四个 愿神恢复 合乎圣经的生命态度 享受神的同在 快乐的快乐的服事 他回到神原本所设置的样式 如果有人问我说 这不是你服事的最重要原始是什么呢 我说一定要喜乐 要喜乐 不要让人看到你苦哈哈的 所以呢 如果我们做我们服事没有喜乐呢 这是很可惜的事情 让我们的生活呢 能够回应出神给我们那种那种 joy 我等一下会放在这个群里 这也是谢谢那个Daniel弟兄 他上次传这个在群里面 我就拿用这四个 OK 好 等一下分组讨论了 你原来对西伯来文化的了解和看法是什么 今天的课程对你有什么启发吗 那今天我们讨论了四个层面 哪一个层面你最有感触 为什么 好吧 那是 OK 然后在分组前 我先做个广告一下 报告一下 6月11号我们会有一年一度的在家教育大会 一整天的 希望你把时间先预留起来 我们的Keynote Speaker是右边这个Israel Wayne OK 他有写了很多书 如果你是做在家教育的 或是你知道有人做在家教育 请把这个给他们 我等一下会把整个这个报告的PDF给你们 你就可以用这个去分享 这也是用这个方式可以支持吹号者的施工 这是我们吹号者的还有一些不同的群 我现在是这个独立企业了 所以也希望大家有感动的话 可以用这样的方式来支持 我还是没有放弃 3月25号 还是想去土耳其 希腊 我相信这个疫情到那时候应该不会这么严重了 OK 那我们希望在1月底的时候呢 1月底的时候能够完成报名 因为这些邮轮啊各方面这些都要先预定的 我们已经其实已经late 所以你有兴趣的话 或是放在祷告里面 OK 3月25号到4月5号 你可以入这个群 我们可以在里面有更多一些分享 就有12天 9天会在土耳其 3天会坐邮轮去希腊 OK 费用大概2000块 主要在家里的机票 明天呢 我们也开始有英文的 Church History的class OK 还有这个每日读经 我们还是要继续 OK 这次